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恐怕是文化方面 就是中国人他一直有这种 安土种籤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他会在家里头盖一栋房子 然后把老婆孩子留在那里 他自己到城里头来打工 所以这样他在城里头 不会说永远地待下来 然后成为这样的一个贫民窟的现象 另外一个我还想说 就是这个土地平均分配 它是起作用 就每个人都有土地 我在村里头还有一块地 所以我要惦记那块地 我不愿意到城里来 对故土的这样的一份联系 其实始终没有被阻断 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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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